大家好我们是SNH48 大家好我是小智NP 大家好我是GC 大家好我是17公施奇 大家好我是冯新朵 因为主要是现在也要过新年了嘛 然后我们前段时间才发的新年终生这一张EP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SNH48做客越见大牌 面对四位美女成员 粉丝紧张到不断NG 现场成员互相爆料 居静音无奈无言以对 我怎么了 我人体很久了 我讲不出话了 四位萌妹现场大秀浮夸眼镜让你笑不停 更多趣味话题及精彩内容 尽在本期越见大牌 最近哪里都能被SNH48 这群妹子们的消息也刷到存在感 正知SNH48成立三周年之际发出第十张EP大碟 简直活到不行啊 嗨量萌妹子 萝莉可爱可能是很多人眼中的第一印象 如此庞大的团体你有了解多少呢 今天我们与四位N队的超人气成员约上了 先通过粉丝们带你一起走进SNH48的世界吧 舞台以外的小萝莉们是如何的呢 Here we go 想问一下小时期 你平时如何和你的室友一家爱的在一起相相相爱的呢 就是平时其实我在舞台上是比较那种大大咧咧嘛 然后话比较多的 但是一家一就话很少 就是MC黑洞嘛 但是其实在寝室里面他话可多了你知道吗 就是我想安静静看个书或者自己干嘛的时候 他就开始不停地碎碎念 完没完啊 我已经说了不行了 你还要哦哦哦哦 完全不理人家 受得了受不了啊你 而且我get不到他的点 就觉得很冷你知道吗 对然后我希望他平时在MC上的话也能够多一点 想提问一下小菊 小菊你唱歌非常好听 但是平时要公演又要练习唱歌 能够同时兼顾到嗓子来保持好一个唱歌的一个好听的嗓音的 没有保养嗓子 我完全没有保养我的嗓子就是感冒了也吃辣 怎么样也吃辣 但最近就是去剧组的时候 最近去剧组的时候那个人就会说嘛 还是少吃一点辣 就是所以嗓子其实没有怎么保养 天生的 天态之一 我想问一下龚思琪就是作为团内年龄最小的成员 现在来了更多小鲜肉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压力 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鲜肉了 被他们吐槽为老盲内的我 真的内心很崩溃 因为我现在要今年十 今年马上满十八了 对了 马上成年了老盲内 对对对 对但是看这边 武器生小朋友们 就是很多都是零零后什么的 对就感叹自己真的老了 我很冯青朵 就是平时看你微博自拍 还有一些就是活动里面的照片都很好看 然后我想知道一下自拍有什么诀窍吗 她的意思就是你真人比较丑 对啊 问你怎么自拍 微博上的自拍都比较好看 请大家表演一下男方小姑娘在看到雪了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哇雪 好大的雪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我好幸福啊 好开心啊 好激动 没有什么技巧 这种就是自拍好看的这种技巧吧 一般是靠天赋的 靠人好看 长得好看 长得好看加上天赋 就是要努力钻研 知道你的脸哪里好看 你的脸还在吗 一般你们吃火锅都是谁父亲 是AA制还是 队长父亲 因为我 尤其是 尤其是跟我去吃 尤其没有跟公司一起吃的话 他要付两个人的 小四你好 我是你的心范 你的梦想一直是当个演员 当个演员 你觉得你自己比较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啊 因为我是万能的啊 你最适合演猴子 那不是演那些 你说的本色你就不是演了 那我最想演的那肯定就是 想演五个天 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 还有粉丝们还是比较关心 你们生活上的问题呢 作为QQ音乐一姐的本小姐而言 还是要言归正传 来探讨探讨你们的音乐笔 关于新专辑又有什么好歌曲推荐呢 当然了 聊到八卦时也不可以耍大牌 就是面包奶油 对 这张新专辑里面 我们封给我们N队的一首歌 叫做面包奶油 听名字就很可爱 很可口 这首歌如果你多听几遍的话 就会比较容易记不上 洗脑 像我们一张可爱的歌 洗脑神学 捧场 捧场 N队一直就秉承着一种可爱风 就是一路走了下去 都已经老阿姨了 对 虽然已经老阿姨 但是还是可爱风 但是我们其实N队很希望 能够挑战一些新的风格 就比如说帅气的呀 性感的呀 那种就是很有 朝夕蓬勃的那种也很想尝试 SNH48的成员一般很小就出道了 很多成员还未满18岁了 哎呦让姐姐我亲和一看的 出道三年来 他们都有着哪些体会呢 可以收获 如果你在学校很多 就是很多在学校 你是没法就是收获的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舞台的经验方面 或者是说 呃对表现力 还有与人的交流啊 怎么怎么样 就比如说我们来的时候 其实除了这一位 其实啊 除了这两位都不怎么爱讲话 然后现在大 等一下 就除了这两位 就除了这两位 就是MC的时候这两位特别的活跃 然后伯根朵的是算 那种最安静派的 但现在也也不是太安静 所以也算是一种收获 我家里面一直是属于那种 就是比较支持我的决定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子 我现在家里是支持的 以前是不支持的 但现在也支持的 那也是一路走完吗 三年来 你们呢 我的话 我当时我妈也不支持嘛 毕竟当时我在15岁 对我妈不放心 但是后来 她没想到我能通过 然后就决定尊重我的决定 对 我的话 我感觉我家里还蛮那个 就觉得这个决定很正常 因为我从小到大 很正常 对啊 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就是这样 想变就变 然后 所以说他们可能没觉得怎么样 就自己做决定 然后他们就是 嗯嗯可以就这样 毕竟是92live 真的不一样 真的跟大家不一样 聊了这么久 是时候该放点猛料了 来看看成员之间是如何吐槽对方的 那我先说吧 就是我想爆料一下小居 我怎么了 我忍你很久了 就是每次我喜欢早出来 看她睡着的时候 都会要么露出一条腿 要么露出两条腿 要么露出白花花的腰 我觉得这明天是在勾引我 我真的忍你很久了 不是不是 你知道就是喜欢开空调 然后可能有点热 所以 但时期真的每次很提贴 就是比如说 我已经感觉到我睡着了 然后突然就感觉 被子往上挪了挪 然后就发现 哦原来是时期在给我盖被子 洪欣妥这个人 我也就跟她外地的时候 通告永远都在一起住 然后这个人就是半夜电话不断的那种 哇哇哇 啊哈哈 完了 只有咱们外误了这么多次 你应该知道 只有这两天是这样 咱们外误了这么多次 没事没事 董董可以解释 洪欣妥 我跟你住过多少次 我们外地永远都在一起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想变 那你们俩谁要爆料 我先想起来 那那 董董 董董有爆料的 哈哈哈哈 小鸡知道我要讲你了吧 啊 哈哈 然后你要说什么 他就是逛街的时候 你讲我啊 他逛街的时候买衣服 真的超级慢 就是在那个 你知道一个就是纠结吗 对他好纠结好纠结 对咱们都知道吧 都陪他买过衣服吧 对 是的 是这样的 就是他那个 比如说一般人纠结个十分钟 也就那么低了 他能纠结上一个小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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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欣妥你不是自己考虑 你一直跟旁边说 哎你说我买不买了 你说到底是那个好 还是这个好吗 你如果比如说这个好 然后他 不行我就带他写定买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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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就剪掉了 变得很久了这句话 小剧说不出话了 我讲不出话了 无话可说了 我们下次你们等着 呃 其实有压力的时候 就是看综艺啊 就是房间里都能听到 爽朗的笑声 就是因为我在 房间 怎么 啊 好 整个楼 太夹了 我吧 但我是那种浮夸的演了 就是搞笑的那种 就是你知道一朵奇葩的感觉 一朵奇葩 今年吉祥物 我感觉今年一样猴年之后 我一直在谋好猴字 你发现没有 你发现没有 强心本命 我是吉祥物 面对人员众多 又如此调皮的团队 队长你能猴住吗 我感觉今年一样猴年之后 我一直在谋好猴字 我感觉今年一样猴年之后 我感觉到你 怎么了 不是 我感觉到队长 不要这样队长 我们还训话 我觉得这样子很麻烦 训话什么的 其实偶尔也有 就是在我很生气的时候 我才会输 因为觉得感觉成员都 很有自己的 没有 不自觉 就很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 呃 不想去管那么多 想营造一个比较欢快的氛围 对 队长可能跟智商没关系 所以他在帮助我 对啊 我是情商很高 智商也很高 就 就是我的智商一直真的很高 只不过就是 你知道比较聪明的人都藏着嘛 就不喜欢把自己 下巴 下巴 我们的心电图是这样的 没有 然后 到最后那天 有各种焦虑啊 或者是急躁 或者是害怕 都有 都有 就是人世间所有的情感 都在总选期间 对 对对 喜怒哀乐惊恐悲惩 在那一段时间发生 谢谢你们 今天拿到的地史剧云真的很无论 真是好爱演呐 既然这么爱演 来让你们演个够啊 纸上面是什么 华飞 不是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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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 华飞 不是华飞 不是华飞 是那个 是那个 华飞 华飞 谁啊 啊我呀我呀小四呀 啊 啊你来了 对呀 你今天来串门啊 对呀对呀我来你家玩呀 你要玩多久啊 我要玩 哎呦你知道吗 我可想你了 我跟你说你 今天就在我家 打电话吧 对那你为什么把我外推呀 不是去你餐 你先就在我家打电话 好了小四可以出门了 直接推出你 正好我可以 推出你家大院 正好把我这段接下来 无奈的 来 你 我跟你说我可想你了 你要不今晚就在我家睡吧怎么样 哎那好吧 那勉为其难就在你家睡吧 哎我也 我那 就是贾哥他就是属于那种 就比如说其实你心里面 一点都不想让他留下来 就别往他推出 哎呀你还是留下来吧 对然后 然后无奈的就是 其实你并不想往他们下 呃 并不想让他把你往外推 但是我跟你讲 我还不想让他坐下来 哎那好吧 就 你们俩真是够了 拼起力吗 你们俩 吓人 你俩害羞的 小品 哎呀 我的 有心 难过的 我和你俩害羞的 她是难过的 所以你们俩应该是怎么样 我搅车上 哦我们再坐坐车 第一刷卡 好上去了 哎呀这不是公式题吗 哎呦今天的你也是这么可爱 哇好可爱 哎呦这身段 好可爱啊 哎 神经病 你想到你是这种人 哈哈 他们两个剧情错了 好像有一种 血盘拿到的是耍流氓 对啊 哎呀 而且他真的很浮夸 出去他一下 哦 不是啊 你拿到的应该是耍流氓 跟碰瓷 对啊 碰瓷 碰� 碰瓷 希望我们的表演没有吓到大家 对没有吓到大家 希望大家还能够继续关注我们 吓到我们 谢谢大家 关注我 哇塞 有没有被他们蒙到呢 姐姐我都果断鹿转粉了呢 节目最后 奉上成员们对大家的祝福呀 我们下期再见啦 新的一年我希望 可以赚钱 联系我们吃饭 对 这段开一下 这段开一下 可以在新的一年里多多支持我们 SNH48 然后我们 互 叫什么 互相 互相 加油 加油 进步 对 希望粉丝在自己的人生上也可以过得更好 对 对 然后希望身体健康 然后也希望粉丝们能够身体健康 然后新的一年也开开心心的啊 继续支持我们 希望 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彼此的依靠 希望大家能够越走越远 总结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嘿嘿 就是这样子 像广告词一样 耶